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脫光澤跟巫師的雙槍組合 猜或不猜 關於這個主題我們有寫成文字稿 放在資訊欄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把它點開看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也不要按下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更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的鼓勵 接著讓我們步入今天的主題 後場雙槍組合在聯盟中盛行了一陣子 其中包括勇士的浪花兄弟 巫師的John Ward 加上Brand Bill 脫光澤的CJ McCollum 加上Damilina 暴龍的DDR加上Kai Rory等球隊 都是以後場為核心的球隊 但勇士的浪花兄弟的成功勢力以外 因為Steven Curry單技能投進400顆三分球 再加上Clay Thomas的無球能力實在太優秀 他運球11次得60分 所以浪花兄弟的成功不代表其他球隊能成功 或能模仿 事實上勇士隊真正強大是Kevin Duran加入之後 雖然勇士隊也曾拿下利益在73勝的成績 但最終是敗給騎士隊 也因為這樣子他們有了最強亞軍的封號 所以強如勇士隊也必須在Kevin Duran加入之後 整個團隊的戰力才能更穩定 其他球隊呢 不管是勇士、脫光者還是暴龍 他們的問題其實都非常像 首先薪資一定都是破表的 當球隊的薪資超過一半是壓在後場雙槍的時候 這對球隊而言是相當危險的 不管是勇士還是脫光者都有慘痛的經驗 那就是在培養出其他位置的人才時 都要面臨跟其他球隊競爭的局面 巫師的Porter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不去討論Porter到底值不值得 均薪2700萬的這個合約 而我們要關注的是 當籃網隊要搶Porter而開出破譯的合約時 巫師只能選擇跟進或不跟進 那巫師如果跟進報價了 John Ward交上Brandon Bill交上Porter 三個人的合約也會卡死整個巫師的薪資空間 2019-2020賽季 這三人持下球隊9100萬的薪資 現在的籃球場上位置不像過去那麼分明 但核心放在後場不是不行的 而是球隊必須在其他位置上做出很大的割捨 那好的人才留下來薪資會破表 那不留必須重新來過 這對球隊也不是一件理想的事情 暴龍雙槍在今年夏天拆掉了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薪資 再加上除了勇士隊之外沒有一支雙槍的組合 可以證明在季後賽走得遠 所以暴龍賣掉了滴滴樣牆 Kawarana 甚至在Kawarana表明只打一年的情況之下 暴龍也是在所不惜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暴龍總管的想法 他已經壓根不相信雙槍會有所謂的未來性 所以Kawarana如果可以留在暴龍當然更好 如果不留也沒關係 至少團隊的薪資是結套了 好那剛剛我們聊的都是薪資上 那現在我們要討論為什麼 雙槍在季後賽會走不遠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季後賽的防守可以很針對性 而進入到季後賽之後 防守意識本來就會更強烈 所以一旦雙槍之一有人熄火 那這兩球基本上也是大勢底定 那雙槍的球隊陣容上都是3號跟4號為3D球員 5號為籃板手 那簡單的說 除了後場兩人之外 場上並沒有其他人可以主動攻擊籃框 那就算是有也是少數 因為這樣的打法並不是地形賽中常見的 所以不管是脫王者還是巫師甚至是暴龍 地形賽的戰績都可以打得很不錯 但進入到季後賽 一旦被對手針對性防守時 場上得分點不足的情況 就會特別明顯 那這當然是為什麼雙槍組合季後賽 走不遠的最大原因 今年的巫師隊是不禁的奧斯丁Rivers 那這當然是一步好奇 那如上述所言 球隊你必須在雙槍之外 再找一名可以主動進攻的球員 那上個賽季火箭就是最佳範例 火箭的核心是James Harden加上Chris Paul 一樣是把核心放在後場 但火箭的板凳上還有一名 場軍18分的Eric Gordon 但湯者有沒有 暴龍有沒有 那這當然就是為什麼 烏斯要去補奧斯丁Rivers很大的原因 球隊必須要確保就算雙槍之一有人熄火 也要有人可以頂上這個位置 那因為這個打法是地形賽就建立的 所以不可能到了季後賽的時候 換另外一種打法 那說一句白的 既然你要把核心放在後場 那你就必須確保你的後場有足夠的冷手 所以火箭的成功在於後場非常強大 但不是雙人組合 而是三人組合 是James Harden加上Chris Paul加上Eric Gordon 那如果拖王者想要更進一步走得更遠 他必須要找到拖王者正中的Eric Gordon 很明顯 已經烏斯知道了自己跟火箭的差別了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烏斯交易來奧斯丁Rivers這一步棋真的是一步好棋 那暴龍的雙槍是拆掉了 那目前聯盟中稱得上雙槍組合的 只剩烏斯跟拖王者了 那他們能走多遠我們不知道 他們能維持雙槍的陣容多久 我們也不清楚 而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 雙槍中組合在目前的NBA是吃虧的 特別是走到季後賽的時候 當對手的防守意識更強烈 也針對性防守時 這樣的組合天生就吃虧 過去快小子活賽隊也有過 雙槍成功拿下總冠軍的例子 那Icy Thomas加上Joe Dumas 號稱史上最好的後場組合之一 但我們也別忘了 當年的活賽隊是靠防守拿下冠軍的 而不是進攻 而當年活賽隊正中更是猛將如影 比歐倫比爾或者Vinney Johnson Dennis Roderman或者是John Silly等等 每一個人都是防守智商的球員 也因為如此 活賽隊的核心雖然是放在後場 但防守才是勝利的關鍵 但現在的NBA平均10分都在100分之上 所以雙槍的火力就算再怎麼強大 在季後賽想要走得更遠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從心智商或者打法上來看 我們必須要很老實的說 雙槍這個組合被淘汰可能是早晚的事情 浪花兄弟的成功建立在兩屆MVP Steven Curry還有不吃球犬的Clay Thompson身上 但勇士真正的強大是前場無解的得分王 KD Kevin Durant加入之後 勇士隊成為聯盟中最可怕的球隊 所以強如勇士隊都如此的 那麼拓荒者跟勇士還能靠著雙槍走多遠多久 都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事情 就算現在的NBA場上位置不在那麼明顯 但把核心壓在後場雙人組 也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 否則你必須要更極端 就像火箭隊那樣 否則你的防守必須好到只靠雙槍的得分 就能贏得比賽 就算有一個人熄火你也不怕 不然以目前NBA的生態來看 雙槍的組合其實並不吃香 除了心吃容易被卡死之外 球隊在操作空間上也會更小 那開個玩笑講 總管只能操作球隊的3號位 4號位5號位 那麼這樣的操作空間 對總管來說當然是更困難的 所以今年會是勇士跟脫荒者的一大考驗 那如果GO賽還是走不遠 那拆掉雙槍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只是暴龍隊在今年夏天就先拆掉 那接著就讓我們期待 勇士跟脫荒者今年的表現吧 那我們一起來期待看看 這兩隊的雙槍組合能走多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我喜歡你的影片 覺得影片中的用心 不要忘了喜歡並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有空我都意義回覆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江音 我們下次見 掰掰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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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